电动车能涉水 而且由于没有发动机 禁排气等等部件 涉水能力是比燃油车更强的 但是如果你把电动车当船来开 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首先电动车的电池 事先都做好了防水措施 不用担心漏电的问题 参考Gb18384 2020 你看比较新的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的规定 这高压部件下表面 距地面高度小于30厘米 就要满足IPX7等级的防水要求 这电动车的电池组 就是装备在底盘下面的 自然也要满足这个标准的 那么根据GbT4208 2017 外壳防护等级的规定 这IPX7防水等级意思是什么 物体能在1米深的水中 保证30分钟内不出问题 你要注意满足IPX7 只是国家规定的最低要求 市面上的车子肯定也是有好有坏的 有的水里1小时没问题 有的31分钟有可能就出问题了 和买西瓜差不多的 你不切开来 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甜不甜 那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不要把电动车当成船来开 涉水半小时是最多了 你也不能满打满算的这么来看 万一有个抖动偏差 那你要是不小心在水里开太久了 最多就是车子坏掉 漏电出电的事情 我们是不用担心的 那戴海峰等人 在基电一体化期刊上面 发了一篇论文分享给你 电动汽车高压电安全分析 及防护设计上面说 这电动车上的高压部件 除了做到绝缘 外壳防护等等措施之外 还设计了电位连接 附加接地 自动断路 电气隔离等等 一系列的漏电保护措施 说人话 只要出现了问题了 这个电它是自动会切断的 就好比我们家里用电功率太大 保险时就会熔断 我们买的那个储水式的电热水器 它也要防止你漏水漏电出问题 这个技术都是有的 那么虽然电动车能涉水 但是涉水深度 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你最好不要超过30厘米 还是参考Gb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的规定 离地面高度大于30厘米的部件 只需要满足IPX5 这个防水等级就是可以的 那么IPX5防水等级是什么 仅仅只能承受短时间喷水防污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洗车量 直一下 这个是OK的 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涉水深度过大 就很有可能会导致 车上的其他零部件损坏了 举个例子 李赛在《汽车工程学报》上面 发了一篇论文 基于SPH方法的 《纯电动车涉水仿证研究》上面说 这电动汽车减速器上 有一个通气口 是用于平衡内外压力的 而这个减速器的安装位置 恰恰就在两个轮胎中间的轴上 高度也和30厘米是接近的 那么当车辆涉水的时候 水就由通气口进入了减速器内部 会导致减速器损坏了 另外这涉水深度太深的时候 车厢内部也是会净水的 这个方面 燃油车和电动车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李仲慧等人在汽车零部件 期刊上面发了一篇论文 电动汽车乘客舱净水问题的 分析与解决上面说 由于零部件的功能需求 涂装工艺的需求 制造工艺及装配水平的问题 乘客舱无法做到真正的密闭 你比如说地板限速卡扣什么 它是有缝隙的 空调管路也有过孔缝隙的 门板边缘也是有缝隙的 都会造成车内进水的 那车内进水 不但会造成零部件的锈时损坏问题 隔音棉地毯等等这些部位 还会因为泡水腐烂 煤变会产生异味 后续处理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 你不去处理的话 也是影响健康的 总而言之 电动车能涉水 人也不会触电 但涉水高度最多 不要超过30厘米 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 否则就有可能会导致车内进水 以及引起一系列的零部件的损坏 而且会让车里面产生各种影响 健康的这种异味或者发臭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